剪彩仪式当天晴空万里 刚刚全面装修完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 海洋复利号停扣在码头 马州港务局管理总监杰姆·怀顿 代表马州州长奥·玛丽 宣布2013年5月3日 为皇家加勒比邮轮日 使巴尔蒂摩市及马里兰州 成为全国顶级邮轮市场 此决定提供约9000万的经济活动 和200个马里兰州直接就业机会 海洋复利号刚刚完成4800万 从头至尾的装修 其中包括6个全新专业餐饮场所 新技术提升的娱乐功能 以及所有家具地毯 内饰翻新和客舱刷新 还有新开辟的皇室娃娃园 220平方英尺的磁盘电影屏幕 以及体验空中飞人滑行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 是一家旅货束荣的全球邮轮品牌 连续10年被旅游周刊读者评为 最佳邮轮公司整体奖 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 艾斯炳兵船长来自挪威 马里兰州港口邮轮总管 欣西亚布尔曼为这次海洋福利号 重返马州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他对亚裔社区充满期望 认为市场潜力无限 剪彩仪式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大家祝福海洋福利号顺利起航 我是余燕秋 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DC报道